为了检查社区科技使用的逻辑 保庆区最对国秀配合广阔的地区系统 喜欢各位在后来的设计、电阻、签斗机 替学生的上下口做记录 另外,亦又配合传播教育 只要学生地区系统 就能透过地区系统来回收 随着点索 并用这些点索来够买一些点心饮料 解割偏向无便利潮汐的问题 当时也真有教育意义 国家庆区最对国秀的核心 来到后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卡做记录 现在好好配合雲林冠政府的地区 校园喜欢各位 在后来设计很多新科技术 希望加重安心的东西 也速带上庆区的落差 那现在呢因为家长有些其实 在接送孩子的方面呢 可能不是亲自接 但是家长也会很想要知道说 诶我的孩子是不是平安的到达校园 或者是他是哪时候离开校园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 电子化的设计呢 就会让家长的赖上面就会通知说 哦我的宝贝现在已经到学校了 或者是他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了这样子 为了要做环境稿用 水到国秀明天早上以来利用时间 让阿姓在校困区本搜 仍然在校困区的地区回收系统 让阿姓累计店舍来买点心和饮料 除了出门 也这样有很有意义 你收过来 好 妹妹你们早上学校都会安排你们捡垃圾吗 那今天捡了什么 捡了 捡了 捡了罐子 很保特品 那你是怎么买的 就按他底下的数字 然后拿到卡去逼那个花束感应卡片 透过这个隔维 刚才有在校困当中很多地区的色彼 现在实际可以在校困区 想牌 感觉偏向的不变 也让校困区变成社会的主顺中心 社区的校困区的关系可以更亲密 有的时候 我自不允许要夾包裹 来校困区 领取包裹 很方便 学生和家长还有社区的民众 可以透过像iTrash 还有OKmini和i油箱 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生活 让他们能够接触到 目前整个国际的趋势 那最重要的也是让他们更方便 透过到学校 就可以解决掉生活中很多的大小事 中心科技到一个校困区 刚才能够解冠偏向的不变 华星梁带着职心科技 还能施行小孩的创新能力 今天是时代进步的第一帧 记得回去华操布了